星期六,下午2點,鐘子豪四台插班生 時間來到下午2點07分,亦都開始今日的節目 每個星期都有鐘子豪出現,亦都有聽眾朋友你們的音樂選擇 今日當然也不例外,點播已開放23383821和2338367 另外,三點之後,還有幾位朋友來聊聊天 他們就是香港交響管樂團的音樂好手 分享一下他們玩奏樂團生 不是要奏樂團生,是管樂團的經驗和感覺 之後就會有香港交響管樂團的朋友出現 我開心在今日節目中找來幾位熱愛音樂朋友和我聊天 他們就是香港交響管樂團的成員和指揮 不如讓他們先介紹自己吧 由阿昇上開始吧 好,Hello,我是這個團的音樂總監,我叫李樹昇 也是創團成員之一 算是嗎? 沒錯,算是 好年輕,不過我還在做 我出道了 另外還有一位女士,不如讓你介紹一下 是呀,你好,我是潘慧韻Vivian 我其實在這個團也算是新的成員 但是我老公就是這個團的創團成員之一 Vivian是吹Fran Chon 是的 還有一位吹小朋友坐在旁邊 我就是馮家興,就是這個團的創音樂總監 接下來我知道香港交響管樂團很快就出現了 在月尾的時候也會有一場音樂會 沒錯 今天很開心和你們聊聊天 香港交響管樂團的歷史也挺悠久的 快到了30年了 是的,在2017年我們就30年了 其實在香港來說也有很多朋友讀了音樂 但是你們可以玩了這麼久 還有創團成員,即是玩了幾日子大家都能數到 有什麼可以保持著你們一班朋友或師兄弟 學校裡面的舞校開箱 這麼多年來都可以保持著 每年都差不多有不同的音樂會 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要感謝我們的舞校 首先,因為他們這麼多年來都很支持我們的 提供了一個免費的場地給我們排練 我想香港很多,就算是業餘團也好 什麼團也好 最頭痛的問題就是排練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穩定的排練場地 變成我們在招人 或者在各位 例如有音樂會要訓練的時候 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馮經,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聖文德書院嗎? 沒錯,聖文德書院 你以前也曾經在畢業 沒錯 其實有什麼傳統呢? 你當然又怎樣可以跟這班師兄弟一起玩 其實傳統就是 我們的師兄會很照顧師弟 而我們的師兄會變成我們的老師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其實聖sir就剛剛回來 開始執教我們隊伍的有幫忙 現在長大了之後 合作了這麼多年 又變成朋友 又變成工作的夥伴 這個傳統其實一直都在延續 是非常好 剛剛也說過了 今年已經是二十幾年了 但團圓方面也不斷有不同的變化 例如有Vivian 不是這班校讀書的 但也因為這班校的男同學的緣故 吸引了他們去玩音樂 其實現在的團圓大概有多少人呢? 其實現有的團圓大約是八十人 也不少 是啊 但如果我們真的會搞一場再大的演唱會 我們上一次二十五周年就出了一百個人 是畫明一個管樂團 當然就是以吹管樂為主 木管、銅管 我想有點敲擊 其實在樂曲方面 譬如你們每一段時間都會練習 除了音樂會之外都會練習的時候 那些樂曲方面大概是怎樣找的呢? 或者是否需要自己去編? 大部份都是在出版商賣回來的 我們都定期檢視樂譜的Library 看看有些什麼是缺的 而且現在基本上每一天都有一份新的管樂 團的樂譜誕生 真的很誇張 所以我們都盡量去找一些適合我們程度 甚至是比我們程度高一些 可以去挑戰一下 或者我們又準備了 例如我們來年的演唱會 我們大概要玩什麼歌 那我們又要去Source 我們這麼多年 由黃亞照老師開始 吵了那些譜 我們現在《大大話話》都有250至300份譜 即是各曲嗎? 是的 只有我們管樂團 厲害 其實當中也編了不少 黃亞照老師再加其他的老師 不同的曲種 因為他都會寫一些中國式的管樂作品 有一個問題我比較興趣不知道 好 八卦 對樂團有七八十人 有不同的Generations 雖然大家都很熱鬧音樂 但演奏的水平和技術方面 當然是有點不同的 例如有些專業的樂師 有些可能是同學來的 讀書也有 剛才聽你說的 剛剛畢業的同學也有 在水平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功夫 可以令到大家演奏的時候 都出來有這麼和諧呢? 我見你了 吹得很好 我一聽聽就分不到 哪個是professional 哪個可能是讀書 要不看這方面 有什麼特別的功夫 或者心得可以調節一下呢? 這個就是在我們 日常的排練方面 要下很多副功 我們的管樂團 幸好就是 我們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也是固定 每個星期都有練習的 我們除了每年會入 在 concert hall 裡面的 concert 之外 其實我們每年都走完十八區 去做一些 Outreach 的 concert 戶外演出 每年大概有六至七場 我們玩一些歌 程度比較簡單 入區一點 可能有些 light classic 還有一些音樂劇 流行曲 用這些歌 因為容易理解 他們在唱歌 合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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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們的技巧 沒有專業那麼好 但如果說合奏來說 他們基本上都很家興就宿 其實香港的交韓管樂團 在設計不同的 program 都目標不同的觀眾 例如你剛才說 到不同的社區 可能比較簡單 但這次的講座 可能有些 怎麼說 可能是要大家耐心一點聽的 可能是發展得比較久 慢慢要有 欣賞能力可能高一點點 也有 沒錯 我們一年現在都頗穩定 有兩場音樂會室內 一場是春季 一場是秋冬季 就是這場 秋冬季 我們通常都會挑選一些 比較嚴肅的古典樂 就算是鼓樂團 也都是古典樂 所以我們這一面 冬季音樂會 我們大部分的目標 都是普羅大宗 當然是 但如果他們想了解管樂的 可以來聽 如果已經了解管樂的 就更加歡迎來聽 不錯 其實我們主要說 這個 concert program 其實是一個 對管樂界來說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除了有很出名的 James Thompson 是 soloist之外 其實我們下半場 是會玩一隻 馬勒第一交響樂的 最後樂章 這個是一個 大型的古典樂作品 他就改編為 被管樂團 所以應該是第一次 是 剛剛講到這場音樂會 我真的要先介紹我的poster 因為看來都頗好看 我剛才在外面 跟你做訪問戰 都研究了很久 這個poster就叫做巨人 就是馬勒的交響曲 別名 沒錯 外面封面 類似啤牌的設計 就有個K字 代表King 一邊就是James Thompson 就是這位演繡家 另一邊就是馬勒 兩個很好看 很有視像效果的設計 我們叫他們 世紀猛人 世紀猛人 馬勒我真的認識很久了 James Thompson 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他有什麼猛 James Thompson 其實他就是我在Eastman 讀書的時候 他是我的trumpet professor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教育家 以及演奏家 他之前已經在 Montreo Symphony 蒙特利爾家樂 以及在亞特蘭大家樂樂 做principal trumpet 小號的首席 沒錯 他錄了很多不同的唱片 和樂曲 他自己每年都會到處去一些 Festival 或者去吹獨舞 好像他進來香港 他暑假也去過西班牙 他還是一個很活躍的 trumpet soloist 家興你跟他學過學藝 他的風格你很了解 沒錯 但我們入場的觀眾 可不可以跟他介紹一下 他有什麼個人之處 你最欣賞 或者我們去聽的時候 留意有什麼地方 是我們學到最多的東西 如果說他的演奏來說 他的聲音是很特別的 他演奏出來的聲音 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他做每一個樂句 或者他做一些articulation 是很乾淨的 很清脆的 所以這就是他個人的特色 沒錯 到時他會吹什麼樂曲 他會吹一個叫做 Can Cannon Sonata 這個其實是 原本是寫給鋼琴的 鋼琴和小號 但是在Eastman 50周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樂隊 那個Ring Ensemble 當時的director Donald Hans Berger 就改編了成為古樂隊 也是James Thompson 錄了那個唱片 好啊 另外當然還有這個 馬勒的巨人交響曲 這麼長 會不會吹完整首歌 只吹最後一個樂章 如果我們生存得到 下一次嘗試 這個應該是下半唱的節目 另外還有什麼精選 可以跟我們推介一下 其實這次的演出 主要都是玩一些管弦樂的作品 譬如我們開場的時候 會有很出名的Bernstein的Candid Overture 音樂旗的唱曲 然後有一個現時都很流行的Dance No.2 一個藍美式的Dance 很興奮的 之後就有老師的讀奏 跟我們合作 下半場就玩了一種很經典的管樂作品 就叫October 10月相配 沒錯 剛剛說一次 剛剛說一次 最後一人 這就是一個很 玩管樂團的音色 也能表現到我們團的特色 之後就壓軸 就是馬勒第一家樂的最後動作 阿昇Sir 你就是這個樂團的音樂總監兼指揮 是 這次聽說你不止了 是 不止了 因為這次我們演出的曲目 基本上需要的人手都比較多 所以我被召集回去 這個單皇館組裡面 負責吹 尤其是馬勒 其實我還想要多四個到六個朋友 那不用我們看看誰有興趣 差不多太遲了 看吧 阿昇Sir 我上次很興趣 他平時是指揮的音樂總監 所以大部份你都站在指揮台上 排練的時候 或者過去幾十年 是嗎 是 坐上principle 先頂替一會 也挺好玩的 回憶回來 以前我們剛剛開坊的時候 隨著旺日趙老師東濱西跑 一代傳一代 由你懂得吹 然後你懂得指的話 你就上去指 指完之後 你懂得管理音樂 懂得樂團 你就上去組織 或者做副音樂總監 到前來 一定是這樣 音樂會是10月31日 即是下個星期六晚 8時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只剩下一個星期 Vivian怎樣 是否直直樂曲你也有份吹 其實有一個樂曲 只有三個部分 所以不是一隻 但其實你也知道 Raymond 馬拉雲 只有八支翰 我們Symphonic Winds 是少數在香港的樂團裡 有十支翰以上 但我們都練得很辛苦 Vivian很豐富 挺好的 聲量夠了 聲量又有 感情又有 大家師兄弟 家人 一份家庭的感情 沒錯 沒錯 你音樂一定會感受到 我們澎湃的力量和熱情 好 提醒大家一次 下星期六晚8時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有香港間行管樂團的 這場叫巨人的演出 謝謝三位 謝謝 請見 佐伯 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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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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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